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靠着坚强的韧性 他们不但熬过来 而且还很成功 打开尘封已久的纸箱 回忆再度堆满整间屋子 看着旧照片 张光和夫妻笑得灿烂 历经千辛 两人在传销夜闯出好成绩 这个是之前 十二年前 先生在航空公司上班 他和太太两人被期货吸引 透过朋友介绍认识一名操盘手 以为稳当可靠 投入所有积蓄 还广要亲朋好友投资 无奈对方拿了所有的钱落跑 自己俩不但血本无归 还得负起责任 概括承受亲友的损失 瞬间多出了好几百万的债务 生活也因此陷入困境 先生每天只能在便当盒里 放两颗小馒头度日 那时候还真幸运 可以找到一颗三块钱的馒头 现在还找不到 先生说得轻松 太太已经红了眼眶 当时为了不让同事发觉 得想尽各种理由 一个人躲进仓库里吃便当 但还是被发现了 是一个小女生 懂事的不忍心出破事情 他发现怎么我都 便当一打开之后两个门头 那他 他是一个那个实习生呢 他就有一天跟我聊说 他妈妈做的饭菜还不错啊 所以明天呢 就是请他妈妈多准备一个便当 这样子 有时候就多准备一个便当 然后就 血脂脚 就是 放在我那个柜子里面 打开之后就说 很好玩的啊 那只条到现在我都留着 那上面就说 我妈那个放针很好吃啊 那我有多针啊 记得拿起来品尝这样子 然后三天两天就多放一个便当盒 或是让他做跟那个扇子 那我和大哥最老了吗 快点打起精神 纸条上的字是用铅笔写的 疾管已经过了十多年 刺激依旧欺息 如同挫折所受的伤 烙溢在心中那般清酒 当时泰坦几个月身孕 正在国外待产 先生选择一个人 独自面对庞大的债务 好不容易等到公司给员工的 免费机票 飞到加拿大看泰坦 对医生债务 她没透露半脸 那时候就是我去看她 虽然没有讲 那个照片就是很多好的房子 漂亮的房子 我们还是 我还是会陪她去看那些漂亮的房子 然后想说 以后会住这种房子 就是 就是说 对 当你状况不是很好的时候 你应该去看一些漂亮的东西 比方说豪宅 比方说好车 比方说 有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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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为了不影响太太生产 尽管先生在水深火热之中 还不忘帮太太编织梦想 一直到太太做完月子 才告诉她真相 那一边告诉我的时候 我眼泪一边掉一直掉 到最后当她讲完的时候 我们两个抱头痛苦 坦白讲 我们抱在一起的时候 我心里面是很生气的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这么努力的人 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一个 遭遇 但是呢 当我这样不平的气 就是生出来之后 很快的 我就深呼吸 我当下跟我自己发誓 从此之后 我要远离贫穷 夫妻深信 面对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愿意面对力量就会产生 于是开始想办法还债 先生从航空公司下班后 兼差卖房子 卖铜书 卖水果 太太先是卖保险 后来加入传销公司 推销健康食品 可是当你真的 连意志都被彻底打垮的时候 那你世界就毁了 可是当你愿意挺进的时候 你要相信 你会获得所有祝福的力量 甚至连宇宙都 请所有的能量来协助你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愿意站起来 因为你不愿意被击倒 所以我的作用名非常的简单 从小到大我的作用名 人可以失败 但是人不可以期待 太太口才好 很快地说服朋友加入传销 先生也来帮忙 却是一筹莫展 因为投资期货失败 牵连亲友 信用早已破产 不能回头找亲友 只能寄往陌生人 还决定到传统市场发传单 于是先生向太太求助 她心里这么想 有的女性陪同发传单 能够让对方卸下心房 愿意提下脚步来听她说话 但有提到铁板了 我也有不能同落的自尊 所以呢 我非常逞强地告诉她 打死我都不去挖传单 清楚知道没有退路 先生改变作法 拿出瘦身前后的照片 推销健康食品 企图打动路人 没想到场面更难堪 我直接翻那照片本给她看 里面是很胖的女孩子 她觉得她被刺激到了 她就很生气 马上二话不说 就把我收 我刚才给她传单 搂一搂就往我脸上一扔 被吓到的不仅光害一人 完全不知情的妈妈 刚好来逛市场目睹这一切 她妈讲她真的非常不能接受 所以她第一个动作 简易式的动作 就是把我的女儿藏起来 因为她不想让我的女儿 看到她爸爸在夜市发传单 做母亲的非常懊恼 栽培儿子念到大学 却在市场发传单 不过天下父母心 母亲不动声色地躲在旁边帮儿子 她发觉这些拿到传单的人 她们有些人把她丢在壁上就走了 于是她就追这些人 告诉他们 这个传品很好啊 你一定要接受那个年轻人 母亲护子心切 儿子后来知道了更加振作 努力发传单 但持续五六个月 一笔交易也没谈成 太太不忍心也陪着一起去发传单了 心想 叫多位大的人 应该越有机会成功 我说 小姐你好 请问要减证吗 我就把传单递给她 这时候呢 她本来没有什么表情 但是呢 看到我把传单这个动作交给她的时候 她非常的生气 她就指着我的鼻子 她说 就是你们公司 老师要把这样的传单给我 然后呢 她把我道骂了一个越错越勇的精神 推着杨美琴往前进 她反复思考 做传销不该老是找亲友 陌生市场才最具有潜力 她不能退缩 咬着牙继续发传单 但命运之神似乎还不愿意放过她 给了更严峻的考验 我把传单给她的时候 她用她的手肘 这个地方 对着我的胸前 踹了一下 然后我这个人 倒退三步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她开始非常的生气 然后呢 就开始又指着我的鼻子大骂 即使如此 杨美琴还是乐观认为 陌生人只是还没有认识的好朋友 秉持这样的态度继续奋斗 同时她也改变了策略 肥胖的人依旧是她锁定的目标 然而话要说的更委婉 瘦身前后的照片 得在适当的时候再秀出来 调整推销的方式熬了三年 终于有了成果